《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我愛我的家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和大家見面 我今天很高興在我身邊有個美女Dora 她是公民黨愛護動物權益 關注組 召集人 今天我特意請Dora上來 跟我們講一下關於動物的權益 我想大家在最近看到報紙很多報道 就是很傷心 就算我們這些一向都沒有養動物的人 看到我們都覺得真的很發指、很生氣、很憤怒 怎麽樣可以這樣虐待動物呢 可能打百粒的叫做甚麼 鋼豬 是的 鋼豬 打到貓的身體裏面 你想想多殘忍 還有很多單位 原來今天我看報紙不是香港 而是外地 也是這樣 外地也有 人類為動物製造了很多悲劇 是的 其實我們人類都是動物 人類都是動物 但是他們似著自己 好像是最有能力、有能力 所以他覺得自己是可以控制這個世界的各樣東西 包括別人其他物種的生命 這件事其實是自私的 是的 當然是的 所以今天特意請你上來 就是因為你是維護動物權益 權益關注組的召集人 我也是想你們知道了 有這樣的情況 做了些甚麼 或者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 尊重生命 尊重這個動物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好 先說一下公民黨這個關注組 其實民間為了動物權益 其實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一些很小的組織 就是做了很多一年 但是在政府議會層面 其實很少人幫忙出聲 以前他們民間的組織做得很辛苦 有很多時候 其實幸運的是上幾個星期 傳媒的一連串的報導 引起了多些人留意 為甚麼突然間這麼多 這些虐待動物的事件 但是其實 如果你跟一些動物義工 或者其他那些 一直在關注的民間組織 其實這些是每天都會見到 每天都發生 其實那個情況很慘 因為一般來說 傳媒或一般市民 都覺得這些在社會上 不算是很大的事件 很多時候他們知道了 就算報警 警方不會下罰 不受理 不開檔案 然後就算跟傳媒說 他們都未必會報導 所以這些生命 他們遭受虐待 甚至有些重傷 有些治療 但都坦了 悲傷了 但有很多人 真的連命都沒有 但市民完全不知道 這件事是淒涼的 所以公民黨 幸好去年9月成立了 這個動物拒絕關注組 亦都在這件事上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幫忙 例如在特首 達文大會那裡 我們去了請願 就強行嘗試給了一封請願信 就由警方代接 我不知道特首看不看 但起碼都可以 我們又做些事情 公民黨在這個議題上 會代表我們在議會發言 就是梁家傑議員 我們是黨魁 所以現在會有些什麼事幹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在議會的渠道 嘗試做一些事情 或者我們都 即是公民黨有一個 這樣的組織去嘗試 可以發聲 或者引起多些人關注 是 但你做了這麼多個月的工作 總共做了幾個月工作 你說 就是這個小組 去年9月成立 現在6月都8個月 8、9個月了 你覺得 是否開始引起到 一般市民的關注 以及政府其實有沒有理會你們呢 你信就遞了 不過我猜特首現在都很投行去 很多事情都很投行 大家知道 最近政府多問題都不得了 又取消補選 又簽建 直情都未停過 所以如果很老實去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暫時不是很有成效 亦都我們和民間的動物權益組織 和其他義工 其實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 是一件很長遠 要鬥持久力的一個抗爭 不單止政府不太看重 其實市民亦都需要多些教育 在這方面 對於其他物種的生命 其實我們應該尊重呢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呢 其實我知道一些學校 其實已經有這方面的教育 在德育課程裏面 其實都有牽涉 應該不多 是不多 但是譬如說 給小朋友養小動物 在校園裏面 其實目的就是要他們尊重生命 但是很可能就不是 真的好像剛才說 加坦學校都做 即是未能夠普及到 那麼多全面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 在報紙上看到 就算一些愛護動物的組織 原來其實都不是那麼善待的動物 都有人寫信去投訴 那又怎麼辦呢 所以就說難 那條路很艱辛 那個原因是我想 如果說他們完全是虛偽 做些事情是不對 那又不是 其實那麼多年以來 那些組織歷史悠久 也都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對的 就是幫忙宣揚 尊重生命意識 應該領養 這些都對的 但是去到某一些 真的 你要守什麼原則呢 其實各個群組 他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你如果是尊重生命 你總會有一個普世的價值 即是你不會覺得 隨便用一個人道毀滅的名稱 你去每年殺了一萬多二萬條 其實很健康 一點都沒有攻擊性 很友善 很溫馴的一些動物生命 其實我覺得是說不通的 是的 這個真是令人很傷心 不過我看到你這裏有一份的文件 就是講動物的權益 這份介紹一下 其實我個人和我們的關注組 都覺得 即是一個印刷來的 其實是有整長的 有百多頁 182頁 是去年7月 香港大學和愛護動物協會 他們用了兩年時間 亦都是跟政府申請了一筆 政策研究的撥款 去做這個詳細研究 它裏面的內容 就是講香港全套 關於動物福利法 它有一個檢討 它很詳細地點出在各個範疇 例如流浪動物 寵物店 甚至是逃房 農場 農場 等等 它檢討香港有的法例 我們現行的政策 是有多落後 出了甚麼問題 它亦都是跟其他文明地區 例如英美 歐盟 新加坡 台灣 等等國家 日本等等國家 做了一個比較 在相比之下 人家正在做甚麼 怎樣對待動物 對待生命 然後看回香港 就知道是非常落後 所以其實這份東西是很好 你看完之後 是有很確實具體的一些證據 是要跟政府說 我們這套現行法例 是應該要檢討和改善 是的 非常好 Dora 我也知道你帶了一些 有張貓貓的照片 很特要 牠是否不舒服 還是會這樣 這隻貓貓 大家可以看到 牠是很肥和可愛的貓 但同時知道牠的眼睛是盲了 是的 這麼大 原因是牠的背景不知道 但牠是一隻流浪小貓 可能是被遺棄 亦都可能是來自一些被遺棄動物的子女 哦 那牠 但因為你知道流浪動物 牠會在社會上有很多危機 會被人欺負 是的 又找不到食物 被其他動物欺負 是的 可能自己在垃圾堆 或者街上 可能感染了一些細菌 右眼是有嚴重發炎 所以要做手術 但牠因為習慣流浪 那牠也覺得牠不太適合 去普通家裡被領養 所以就把牠放在牠自己的區 有動物義工去定期餵食物給牠 除了領養之外 也可以放在牠自己的區 但是放在牠自己的區 你又很難避免牠遭遇到牠 你之前的遭遇 我不知道牠現在的下落是怎樣 但我覺得這張照片很可愛 是的 很有趣 大家會更加看到一隻這麼可愛的貓 這麼可親的感覺的一隻動物 對牠的生命來說 可能牠沒有什麼所謂 牠可能是流浪也能生存 或者牠有基本的照顧自己的能力 但是香港對於流浪動物 其實是令到牠們陷入一個很大的陷阱 一個危機 因為魚戶處經常都捉流浪動物 一捉了牠們有條法例 就是四天要殺 不管你是健康 不管你是否有寶寶 不管你是貓仔 不管了 總之四天要殺 所以過去兩年都有一個數字 每年人道毀滅了一萬多隻動物 聽到的時候令人很心痛 如果你說很健康 或者牠本身懷孕 其實又說可以領養 為何要立即殺了牠 為何要殺了牠 是否太多 是太多 其實現在民間有一個推動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實行捕捉絕育防疫放戶 這個計劃 我們公民黨也是極力幫忙響應 希望政府可以全面推行這個運動 暫時就好像貓正在做 亦都有成效 有數據看到的成效 但狗就未曾正式推行 現在就在爭取 接下來可能有兩三個地區 就指定試辦 是 看看成效如何 但是一步步來 你知道政府做事就比較和你鬥長命 沒錯 不過也很開心 有你們一群 有這麼有愛心的人士 去組織一個關注組 歡迎你加油 我也會的 我聽過之後 我都很被感動 我覺得應該要有些有心的人 去大力推動一些關注動物的權益 因為如果這樣殺法 我覺得真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宗教 其實無論有沒有宗教 我都覺得一條生命 無端端就被毀滅了 真是 其實我們都是動物之一 都有差痕之心 人是 為何勝於動物就是有差痕之心 有記憶 聰明一些 但是為何利用我們這些聰明 去殺害其他無辜的動物 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很感謝Dora 也都希望Dora 去領導那個組織 能夠發光發亮 不要說領導 大家一起合力做一點點事 是的 其實我也在這裡呼籲 如果大家對我們剛才的談話 內容裡面 都很有興趣 都覺得應該為動物 付出他們的權益 而付出分的努力的話 聯絡我們 聯絡我們公民黨 我們很歡迎大家加入 沒錯 好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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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如果美國人bewова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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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